许多朋友常常询问 为什么我的幸福还没来到呢? 收听昭仪幸福道 你的幸福准时到 哈喽,昭仪幸福道的朋友们 大家好,我是纯涵 大家好,我是平儿 前两个礼拜,我跟平儿才在 大天使国际文化出版社的FB 完成了我们心痛疗愈师的直播导读分享 那其实这本书总共24个章节 然后我们也经历了20几周的时间 将近半年 终于把这本书在线上跟大家分享导读完了 那其实也发现 真的因为这本书是相关赵薇老师本身的 一个生命故事跟自传回顾 那其实透过书里面我们会发现 就是有好多的灵性工作者 其实真的要从灵性的世界来到一个物质的世界 生活是非常不容易的 就是会面对很多在灵性上面的考验 然后这样可能你的工作的属性啊 然后你个人的体质的状态啊 是比较敏感的 或是跟一般在物质世界的人了解的是 看不到的 然后是有比较多的差异 有时候一些状况其实蛮难去跟人家沟通跟解释的 但是你要在物质界生活 你又没有办法不工作不吃饭 然后不去管市场啊 或是你的客户怎么办 那我们发现真的要跟不同价值观的人相处 其实真的很不容易耶 然后也觉得真的很佩服上官教育老师 就是怎么可以就是从一路这样子走过来 然后到现在真的达到一个物质心灵双丰收的阶段 我还记得我们在导读最后一个章节 转换频率到下一个阶段的时候 老师有在书里面分享到一些 他怎么跟自己跟他人 还有跟宇宙合作的一些方式 那其实真的去看这一段的时候 我们是觉得真的就是这样子做就可以达到合作吗 就是这样子等待 然后奇迹就会出现吗 其实真的看了是有点不可思议的 所以作为读者 然后也是作为小粉丝 跟作为一个同样是灵性工作者 我们就很想要有一个机会 可以亲自问问我们 这本书的作者三观照与老师 就是他在真的从一个灵性工作去实践 然后在物质世界闯荡江湖的时候 是到底是怎么样做到的 然后又能够维持自己的状态 可是又能够把物质世界的合作 跟一些关系能够处理得很好 所以今天呢 我们也有幸邀请到了心痛疗医师的作者本人 上官昭宇老师 然后可以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欢迎老师 谢谢两位 今天是总共播了几集啊 总共24集了 对 哇 很了不起耶 谢谢两位 我们终于把书读完了 对我们认真的把书读完了 对啊 非常认真 我们刚才都是在飞机上上飞机的时候 然后赶快打开来看一点这样 好感动啊 谢谢 每次在直播的时候看到老师加入我们也很感动 真的 对啊 觉得被鼓励了 对 我有一种那种当路人的快乐感 所以我们今天邀请你来当家长 在我们今天这个毕业典礼上面 好 好 没问题 那我觉得今天也是很难的机会 因为可以请到作者本人来到现场 然后我们可以直接的来问 就是因为每次我们在讨论过程当中 可能就会有疑问说 哎为什么老师会这样子写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今天我们就可以直接问了 嗯 然后 这段有些都通常的汉 因为太难了啦 怎么会怎么会 对 来来 困安老师我们把握时间 你先发问第一个问题 好好好 口窍掉 好 那 因为我们读了就是24节了到现在 然后也看到因为心痛疗愈师当中总共有三个章节 然后是从一开始就是讲到老师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体质 然后到后来就是开始进入到疗愈的领域来学习 然后一直到我们现在来到第三个阶段是臣服的阶段了 然后想要问问老师就是你 因为我们这一节在谈合作嘛 然后也讲到要跟自己的合作 老师怎么看待你跟你自己的合作的关系呢 就是你怎么看待你自己走这一路来过来的旅程 我觉得我跟我自己应该是越来越合作吧 从不合作到合作 这种亲密关系其实还蛮难的 所以有的时候呢是透过跟外面的合作 然后看到自己内部的合作 有的时候是透过看到自己跟内在的不合作 然后看到自己要怎么跟外面合作 所以我觉得合作是一个很棒的主题 我觉得就是真的是要需要看过这一节书里面内容谈到 因为才会比较理解老师在讲到 有时候是跟外在的合作 会来看自己内在的合作 有时候是从内在的自己不合作 来去看到自己跟外界的关系 就是 好吧我承认我回答有点缠 缠重的味道 就要想一下怎么接 境界太高 真不好意思 你看你可以保问我多一点吗 你可以问什么 随便问吧 随便问 好 好 刚刚那个问题算问完了吗 这样算 应该算问完 可能我们需要再多一点的引导才能够理解回到 到第一个问题 那那换我问 好啊好啊好 刚刚很有才艺的回答 就是跟自己的合作 就是从跟自己合作跟不合作 我能够理解老师到那个 那这种很特殊的感觉 那我们先跳它跟自己合作 因为这个比较深 那我们谈 比较通俗的 在工作当中 在社会当中 在职场当中 我们都会跟别人合作 不然跟家人 跟朋友 跟同事 那这种合作的关系 就是 我们常常每天 或是无时无刻 都会有合作的关系 那如果说 我想请问老师 我们面对不同的对象的时候啊 然后要必须跟他合作 是必须的 但是可能因为价值观 理念的不同 或是一些生活习惯的不同 然后或者是有时候 然后可能靠近这个人 就会觉得 这个气场会让人有点不太舒服 对 那这样怎么进行合作呢 两种情形 就是第一个 你要自我觉察 嗯哼 然后呢 你自我觉察时候 如果你是因为自己个人的情绪 或者是你自己的小心眼 比如说你羡慕啊 嫉妒啊 你的自我在作祟的话 多半这种气场 你觉得不舒服 那我都会鼓励 就是说你要去试一下 因为这个去尝试了之后 跳出你的这个舒适圈 你跳出去之后 你突破自己 那你就会发现 有可能更大的礼物在后面 所以如果气场不和呢 不要以为你自己很敏感 你就哦 这个人跟我不和 其实是你心里有病 那我就觉得说 我这样讲是不是太不文雅了 你老师也要讲这么心里吗 我竟然以为是在跟你们闲聊 我自己这种答案 我还没想过 蛤什么 我说这个答案我从来没想过 我已经经验了 然后请继续 好 那第二种呢 就是真的你有敏感度 然后你觉得 好像不是跟他痛交很合适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 问你自己的内心 如果你常在跟自己在一起 工作合作的话 那你就要问你自己的内心 你要得到的是什么 比如说像我曾经有遇过一个主办人 然后跟我不是很合 就是他要邀我之前 我就感觉我跟他气场不和 那我就研究啊 我就问我自己说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当然有邀约 有工作机会 我们都很珍惜 对不对 而且也是一个大单位 可是呢 我就觉得 我跟他应该不是有一个痛 那所以后来我发现 可是我还是决定跟他要合作 因为我觉得 我最不擅长的就是八卦跟是非 那也就是说 我不会建立关系 那你知道人群 因为有八卦而结交 或是有是非而融洽 或是凝聚 那我就想试试看 而且我就是跟我自己说 你说招影去吧 你就应该去练习这样子 那当然去试了一段时间 可是最后呢 我还是决定结束这个合作关系 我觉得气场实在太不合了 那违背了我的使命跟原则 或是得罪人 而是说我自己感觉 不是我心里想要的 所以如果是合作的关系 或气场的部分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尝试 其实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顶多就是不合作嘛 那所以其实很多事情 不要看太严重 但是可以有两个方向去做选择 但是如果到了我现在这个阶段呢 或这个年纪呢 那我就会选择气场合的人一起合作 不合的我就不会再去 努力逼自己尝试了 原来是这样 那老师会鼓励我们可以 就是要现在的话 是顺着自己的感觉去合作呢 还是就是感觉不合的也去试试看会比较好 去尊重你的感觉 不是顺着你感觉 顺着你情绪 顺着你自我 顺着你任性 其实这些都不会对事情带来真正的好处 而且所谓的合作是你跟对方合作 要合作到哪里去呢 比如说你今天跟一个合作方合作 你们是要共同赚钱 或者是你们要共同成 你要先了解啊 有时候合作不一定是正面 有时候像我曾经有一个很大 企业家学生 夫妻都是我的学生 然后他们来找我谈谈资商 那时候他们要闹离婚了 那他们坐下我就跟他们说 我就说那他们就吵起来 我都还没开口 然后他们就吵起来了 那我就说等一下等一下 我说你们今天来找我 不就是为了合作吗 然后他的太太也就说 合作我跟他 我要跟他能合作 我就不会离婚了 就说是啊 你们就是要合作离婚啊 很像离婚 然后他们就 好高的境界 那时候学能量才有点用 忽然很高端的 哦是哦老师讲的有道理 这样子 所以有的时候再更 但是是说 你去合作这一场 你们共同目的是什么 对不对 所以你可能也要清楚这个 你才有可能让自己真的去磨练 那太辛苦太痛苦 其实也办不着嘛 对 或是有一身创伤 对不对 惊吓也没必要嘛 但是如果你很清楚知道 这是你要经历的磨练 或者是你能够尝试客服看看 也许这个人你看错啦 有时候我们只是看表面 会听来的 对不对 那其实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去尝试啊 像我最近 就是又遇到 因为台湾开了这个 地址班 大师 疗愈大师地址班嘛 对 然后我老师听到人说 哎老师你跟传闻中不太一样 我说好啦好啦我矮冬瓜啦 哈哈哈哈 那但是你也知道 哦传闻说你 我说啊我知道啦 本人比较漂亮啦 哈哈哈哈 这是真的这是真的 哈哈哈哈哈哈 好不上相好不好 没有本人比较好笑 对不对 那谁就说哦传闻说你 我说哎呀好吧好吧 那那传闻传闻又不是我 嗯 对耶 嗯 对 很有道理 好那我要再问一题 我刚才就是前面准备的时候 我也很想知道的一个部分 对 好 因为在24节当中 就因为老师每一书 书里面每一节都有这个 自我疗愈的部分 然后在24节的这个练习里面 就是有讲到说 我们要怎么样去 呃感觉是去得到 或是怎么样转换到对的频率 那其实这个减这个方法看起来真的是很简单 然后我觉得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说 看起来是简单到有点难以理解 跟有点不可思议 就是只是吃跟睡 然后放松 然后把自己调整好 然后过自己喜欢的生活 然后就是等待 那他就会真的就会发生吗 就是等到什么时候 如果一直等 然后都没有发生该怎么办 对 对 我想一定会有人有这样的 对 但是这是我三年 三年的心得 就是我花了三年的功夫去体悟的 因为 呃 他看起来很简单 可是他并不是 慢无目标就是吃跟睡 而是他是有目的的 那为什么要 放慢脚步 然后放轻松 是因为 你必须 就像刚刚气场扩大一样 你必须是放松的时候 你才真的能提高你的能量场 而不是在你紧绷紧张 每天很用力的生活 然后很苦 这样子 这个能量绝对很低的 可是因为我们已经大部分 习惯于 比如说自我要求很高 像我习惯于忙碌 我白天忙我晚上睡觉 我也不会闲下来 我一定睡觉也要观察目净 我一定要进步 我醒来我就一直看所有资料 我疯了 对 就是我们其实大部分 是这样苛责自己的 不然就是为了家庭 为了生命生活而烦恼 所以你没有办法真的放松 身心灵是不松开的情况 是没有办法真的提高的 所以我其实是花了三年去悟 所以我 呃 纯涵你们都清楚嘛 我是逐年在减低工作量 那因为我想达到下一个维度的高度 但是我发现我好像卡住了 因为我体验不到那个更高层次 那我始终在这个旧的模式里转动 那所以我我那时候写的时候 我记得好像总编拿 或看过文章的人都有这个好奇 就说哈就这样吗 对就这样 你试试看你一定很难放松 那后来我我之前是在闭关的时候才体会到的 就是当我觉得我什么都开开了 然后我认真来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你的脑子天马行空 什么什么什么事情都跑出来了 所以其实人是很难尽跟定 然后去享受当下的 我们都只会讲而已 所以我是真的花了三年去去理解这个境界 那我没办法不工作嘛 我们团队这么多伙伴 然后各地都有工作 那可是至少我可以有品质的工作 然后我可以有选择 或者是我们已经旗下的老师都有优秀 所以呢我可以选择让老师们 把老师们把我们培训的讲师们推 那我体验这样子 所以那我呼应这样讲 那老师说其实就是我们要学会自己放松 那是不是跟说现在榜家人提到说 有时候必须给自己静下来 静坐一下这样子的放松 因为每天可能一定会很忙碌 不见得可能像老师可以闭关 或是减少工作量 那假设必须还是需要生活还是需要收入 每天都要工作 那我们怎么样可以达到这样的放松方式 其实动中是有静的 我不要再讲很禅宗的话 免得你们又站在那里 那叫动中禅 真的很高 真的很高 真的真的 我说真的 其实你在哪里都可以静 可是问题是 是我们的心很不宁静 因为我们会一直去 跳出就好像牛的有四个位一直板出一样 我们就会把烦恼拿出来想 过去的往事拿出来想 未来猜测等等 然后我们的个性很多很多 很好玩哦 人心的游戏 那所以像平儿讲的就是 如果你说老师那我去上班主 我去工作 你每天总有时间 自己一个人吃饭 或者是躺在床睡觉 或者是上大号 你一定有时间是自己跟自己在一起的 这样就够了 所以你并不需要一定找个时间打坐 拜托 你的心都静不下来了 你怎么可能坐得定呢 很多 企业家问我这个问题 就是一开始说老师你吃点我吧 我打坐 打什么坐啊 现在叫你三十秒钟不要乱想 你都不行我看下手机 所以这个是不现实的嘛 对 对要静下来望面就来了 那所以可以利用三十个手 然后你也讲当然的语言 大家颜味道好高 对 所以我就会建议说 就是找到你可以安静的时间 你只需要静坐一下 静 或者是静跟你自己在一起 然后什么也不做 就只是休息一下 哦 什么也不做 每天抽一点这个时间 或者是一个礼拜 你至少可能有一天你可以 抛开老公小孩 找一个独处的时间 或者只是做喜欢的事情 跟你的工作 跟你的生活 没有直接关系 可是那是有兴趣的 那你可以去抽时间这样做 那它的效果是什么 就是会让你抽离出 原来的生活的模式 然后去休息一下 放松一下 那这个慢慢养成之后 你的个性就会松开 你的气场会打开 因为你会对人 不会对人 对这个生命的事情 不会有这么多的 呃 刻板要求 或者是 呃 紧绷感 你就会觉得 啊这样也可以啦 没关系啦 你踩了我一脚 好没事啦 好 你就会开始有这种宽容的状态 可是你身心灵都很紧的时候 那个压力你是想松也松不开的 所以是需要练习的 对我们现在来讲 但是我要讲的不是懒散 是说啊好吧 那好吃懒做吧 也不工作 当个啃老猪什么的 不是不是 觉得不是 像我修行下来 结果我比以前有工作 每天排百公司都走还要忙 我其实是很规律 我有很多我自己的事情在忙 对 可是当我要做一个事情 或是当我要去 进入工作状态的时候 那我也准备好了 而且可能我的工作 就是因为我很自由了嘛 所以我在自由的状态里 时间管理各方面 那我反而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 可是就因为你松开了 所以你可能你在金钱收入 你在生活的品质 反而是提升的 但是大部分人是不敢尝试的 嗯 真的 对耶 这样讲好有道理哦 不敢尝试这件事情 就是听起来很很简单 但是实际上真的是不容易耶 你说到要把气场真的可以做到松开 这件事情 就是只要松开了 然后就是金钱啊什么都能够变得丰盛起来 可是真的要改变这个喜欢 就是听起来很容易 真的要做到真的 啊真的要练习 因为人们在自己的维度 他只相信自己局限跟生命经验里面所看到的 人们不敢跨越这个自己的维度去尝试新的东西 所以这才是大部分的人在绕着一定的生命的状态去运转 所以老师提到的维度要怎么去解释它呢 空间或是说你的品质 你的习惯 好 我习惯这样忙碌 对不对 哦 我觉得人生 我觉得事情就是对跟错 就是你在二元维度 而大部分我们的人性思维都在二元的维度里面 或是四元空间里面 哦 原来终于搞懂了维度 你干嘛讲这么深啊 赶快赶快你还有什么问题 你赶快问 譬如老师非常会抓这些重点 我讲一句 就一直冒出来 哇 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真的就是要去调整一个人的个性 那我觉得老师讲的就是很生活化很贴切 必须自己先松开了 松了新的就会松 心灵松了 我觉得很棒就是说 会多了一点包容 宽容感 然后我们对很多事情就不会那么的纠结 或是那么的小心眼 然后这样子能松开之后 觉得人的慈悲跟爱就会进来 老师是不是这样啊 哈哈 好 好赞哦 对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必须要有你的空间感 然后你的空间打开了 所以为什么你看我们很多课程好像在玩 或就到世界各地去 其实我们不是真的只是玩乐 是因为你真的去去打开那个心之后 你才会发现哇 这世界要好广大 呃不是只有我所在那一点小小的心思而已 那这个时候灵魂他才会觉得自由跟丰富 哦 灵魂自由跟丰富 哇 所以当我们松开的时候 灵魂也会跟着可以是向上提升 是这个意思吗 对啊 因为性的一个漩涡是希望一直不断的往上走 人的向上性是一直一生都存在的 然后越往上走的意思就是说 人的爱自己的爱才会回来 老师我讲 对啊那我很好奇问一下 就是老师 呃用什么样的方式 就是让自己就是有这个动力愿意出书 然后还设定这个目标 我觉得好难哦 对 因为我们两个现在正在写论文的 都觉得就是 光是要动底 都觉得很辛苦了 怎么还有办法写这么久 然后这么多 对啊 而且每天都出书 二十几本了吧 对不对 简单来说应该是我有病吧 哈哈哈哈哈哈 披死自己的一种决心这样子 呃 呃那天啊 我跟我们Jonathan读导 我们在聊嘛 然后我就有点错误质感啊 因为我们一定会在做几个内幕的沟通 然后他说你你错误什么 我说 我说我最近太懒散了 然后我一直就是想吃喝玩乐去做菜 然后 的输入进度是零 他就说 他说所以觉得怎么样 我说 我觉得这个很羞愧 然后我说 我需要 我说帮我一下 我怎么这么不激 他说 你知道一般人出书的几率是多少 出一本书的几率 我说 嗯不知道 他说 你知道一般人连本都出不了吗 你有几本 我说 前后加起来可能也三十了吧 他说 你三十本你在要求什么 哈哈哈哈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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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他的回答 对 对 他的回答下那间让我觉得我有病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嗯 好 颜规正证就是说 为什么 三十年都出不到一本的 蛤 什么 我说一般人三十年都出不到一本 我说一般人三十年都出不到一本 对啊我们三十年 有方已经快五十了 我还出不到一本 哈哈哈 啊真的吗 你有五十了吗 我以为只有二十五吧 我其实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耶 真的 嗯 嗯 所以后来就当时我跟Jonathan聊的时候 我其实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然后其实平儿问的很好 就是什么动力呢 嗯 嗯 嗯 那我很多东西其实 我有时候其实有点惭愧 我不觉得那个完全出自于我 我唱完昭仪其实太微小了 我觉得很多东西其实来自更大的什么 我不清楚 嗯 但是我可能只是管道 那我只是忠实的把它写下来 哦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呃我又很努力要出版的 可是我每次觉得不可能的 这个这个灵感怎么可能有人买单 就会有人出现 对 虽然我们没有卖的是多么大 但是就一直有这样的呃 贵人出现 让我们把我们把我的灵感写出来 所以我想一方面是自己爱写 一方面是有这个姻缘 然后都遇到一些很好的老板们 贵人们 然后来支持 还有买书的伙伴啊 对不对 没有人看我们的书也不可能出嘛 嗯 嗯 我觉得就是很感恩吧 也因为这样的感谢 所以只要有机会到我的手上 我通常我都会很震惊 就比如说有出版社跟我讲 湘老师你要写什么 你可以写什么 我说啊 我可以吗 我通常表情都会让我觉得很假 你知道 可是我是真的这样觉得 然后就像心痛疗愈师 我说蛤 自转 自转不是死的人才写的吗 就很紧张 我说啊 我看眼睛 我该不能吧 这样子 然后就被心理辅导 然后也花了两年的功夫 真的是磨出来的哦 然后所以你说你的人生 如果遇到这么多 你自己看不到你的财法 虽然我们做的工作是看别人财法 但讲得更容易嘛 但是呢 自己的部分 你就会觉得别人看到你了 那我怎么能不珍惜跟不用心 因为我可以做得很好 就是我可以很努力做到他 所以 每次我们感谢的情况下呢 觉得很深的接过合约 我就说 我怎么觉得很能 啊他怎么觉得我可以 然后呢 我就会很努力这样 老师我们人是不是很难跟灵魂沟通呢 你问一个灵魂工程师问他说 灵魂难不难沟通 不难啊 没有 我只要低层次的 问高层次才能回答我的问题 所以一定要问老师 那老师要问我 那就不来回答 那就用你的低层自我 来打电话给你的高层自我 然后连上线 那怎么打呢 我不知道号码 哈哈哈哈 欢迎收看的那样性格学 现在是叫我卖课吗 哈哈哈哈 那样性格学啊 我想 我很好奇想要来上课 哈哈哈哈 对 我觉得我们疗愈科学的 嗯 我设计的这些课程 我自己其实非常满意 因为 嗯 真的对人们的觉醒 还有内在的工程 灵魂的这种沟通 都是有帮助的 因为心灵是不会分 我们的训练各个层次里面 我们的训练各个层次里面 其实平而客气了啦 其实平而客气了啦 就是你们都嘛 就是先姑急的坐在这里了 也都大 就直接了 所以 对 我们都先到长了 我们这里不都是吗 然后呢 呃 所以我想 呃 然后呢 预训科学教育 它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存在整个 整个世界里 没有一天 我们不活在能量的世界里面 所以 了解能量呢 很重要 那对我们个人来讲 用低层自我的话讲 就是 了解自己的能量 就是了解你的 情绪啊 了解你的创伤 了解你自己 了解你心里很多的声音 然后呢 你了解的越多 那就像 回应到平而讲的 你了解自己越多 你的高层自我的声音 就能接上线 你说灵魂难不难沟通 不难啊 你每天都忙的 跟别人在交流了 对不对 你怎么会忘记 跟自己交流呢 哦 所以它非常简单 跟自己的灵魂沟通 非常简单 但是我们都不想 所以我们在升级课程的时候 才会让大家看到说 你为什么不想 我们帮你找出来原因 对不对 那个传岚老师 你们最近 那个商业 商业能量课 已经启动了 你们上的课 其实没有这种 对不对 第一堂跟人来讲 为什么不想 都是这种问题 对对 所以回应到平而讲 跟其实蛮多同学问我的 就是说 那为什么跟自己断了联系呢 因为我们就是因为 有很多的恐惧啊 担忧啊这些 我们其实并不想 打开看的时候 你当然就会跟自己断了线 那很可惜嘛 我们应该把这个线抢修起来 恢复它的功能的 明白 嗯 好 嗯 把线连上 对 那把线连上 是不是就是像老师刚讲 我们需要去做这种放松的练习 才能够去练上这个线 其实我新和良医师整本书讲的 都是在目标这里 因为这是我的成长故事 所以呢 我们也是从 开始走到现在 然后一直还在进步中 我相信如果我的第二册第三册写的 会是后面很多 呃很有趣的东西 那其实还有很多 呃 惊奇对角的故事 还没有分享出来呢 对 前面只是神力女超人的故事 前半段 还有 Doctor Strange 就是奇异博士的故事 对 那其实后面还有啊 那里面再穿插一点 失败者联盟啊 失败者联盟 那所以其实 对 书其实很任何写哦 是真的在 给大家看到自我疗愈 跟核心体悟这些 那都是我实际操作过来的 嗯 所以这里面的内容 呃 不可以去练习 你也可以跳着看 你有哪一方面的一种烦恼 你就可以跳着看 那我也 呃 所以我觉得这本工具书很棒 我很感谢 对 我觉得 所以老师能不能就是 帮我们就是做一个总结 就是说 当我们知道要跟自己的 心灵灵魂内在沟通 知道要自我疗愈 到最后 它反映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会带来更多什么样的好处呢 好处太多了 你首先你会更爱上你自己 你会更喜欢你自己 然后 因为喜欢你自己 你会更信任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女生来讲 喜欢自己就很赞 对不对 我们就会变年轻变漂亮 对 不容易了 真的真的 我真心体会是这样的 我们看老师就知道了 对 对 对 我是奴隶来的 穿美色 那我目标六十岁可以靠美色 哈哈哈 可以的可以 我是真的认真努力啦 那但是 个人来讲 就是你会爱上自己 然后 你会爱上自己生命的道路 那因为你学会了沉浮之后 你会更能够创造你生命的道路 所以你会从一个被动者变成主动者 你会真正的成为一个 你会从被创造者变成一个创造者 creator 创造者 对 那你就能够发现 你想要的都可以达成 哦 这是心想事成的概念吗 对 你需要的他都会实现 哇 这太厉害了 真的已经到精神队长的界端了 我觉得 当然咯 对 我觉得这个是 就是可以在老师身上可以看到 不是花整形的钱 但是人可以居然回春洞里面漂亮 这件事情真的是 太 太让我惊奇了 所以哪个惊奇队长 我曾经看过老师 很适合当奇队长 是不是 就是 对啊 不是通过外在整形 但是可以越来越来越年轻跟漂亮 当然这是每个女人都很向往要人 其实 我们这几家人一行 要称赵漂亮大家会崩困 就说啊 就还好吧 这样 就你跟我过去比 可能黑历史比起来我现在漂亮多了 嗯 我 我 我觉得就是像刚才讲的 就是你会越来越喜欢你自己 嗯 那像 像我最近 你们不觉得我 我变漂亮是因为 我自己就自己做菜啊 然后研究啊 我研究营养学之后 我就自己瘦下来啦 然后我就自己很健康 然后我每天做菜 我就觉得做菜超好吃的 就是 我觉得会有这种 喜欢自己的生命的感觉 我们人生一定有很多遗憾的 对 有很多你 你已经过那个时间了 然后错过了 呃 没有得到 那可能 跟大家比起来 我拥有的更少 可是实际上 你要看看你的内心深处 你想要的是什么 因为 有可能重来一次你还是走这样的道路 那为什么不让自己就是不摆走这一条路呢 那所以我觉得好处是非常多的 嗯 明白 懂 哇 今天赚到欸 真的 赚到很多 哇好多好 对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爱上自己 对 我觉得作为读者我非常感谢老师出了这本书 因为 其实我们在做分享的过程当中 一直都有收到读者的回馈 就是说 他收到老师这本书非常多的支持跟感动 然后 可能也是从有种迷茫的状态 然后看到之后就觉得原来 我不是孤单的 然后我不是很奇怪的 然后到 就是他知道该去哪里重新来学习 到现在变成是我们弟子班的成员 就是听到这样的故事 其实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然后也觉得 能够去作为一个这样说书的工作 当然这个角色我们也非常的荣幸 可以去做这样的传递 对 所以真的 非常感谢老师 这个老师就很大 对 也谢谢你们啦 对 我听到我也是很感动 我有时候觉得 我应该会喷泪吧 像特上课也是 对不对 有个治疗师 他已经是治疗师了 疗愈师 然后呢 他就 但我们当然都不知道大家的背景嘛 然后他来他就 丢着泪讲说 谢谢我写这本书 然后走在前面引导这样 我真的也是很感动 嗯 自然就会吸引到 绝对不吸感动 对 所以请老师要坚持再多写几本 哈哈 再写三 然后我们就继续说 继续说 只要有人听我们就说 真的真的 好 没问题 对 这绝对要走下去了 今天节目也该到尾声了 该让老师休息做自己的事情了 哈哈哈 好 谢谢两位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收听昭仪幸福到 你的幸福准时到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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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